是田小姐吗 你是 我是张雨豪 张雨燕的弟弟 你上次不是去过 米桥镇我家超市吗 还请我们家吃饭呢 我说这小帅哥 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原来是你啊 你和你妈都搬到这儿来了 风哥的腿不是伤了吗 心情不好 所以乔伯伯和孟阿姨 就让我们过来了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吧 鱼翅吃过吗 没有 鱼翅来两粒 好的 鲍鱼也没吃过吧 也没有 没事田小姐 你就随便点吧 你点什么我吃什么 鲍鱼来两粒 要这五百元一头的 好 五百一头 咱们吃得了吗 你以为这是猪头吗 跟你说啊 就这么大 就这么点啊 这不会是金子做的吧 傻小子 金子做的能吃吗 哦 喂 您好先生 请问谁买单 买单 什么意思 就是谁结账 这顿饭谁掏钱 肯定是我田孝姐了 不可能 她已经走了 走了 不会啊 她应该上厕所了 等会儿就回来 那你快打她手机 问问她在哪 我没手机 而且我没她电话号码 那快去追啊 快去啊 快点 喂 什么 请您把店名跟我说一下 金豪酒店 地址在 好 行 好的我知道了 请您一定别为难我弟弟 我马上带钱过去 燕子 出什么事了 听你说别为难你弟弟 你弟弟怎么了 田孝带我弟弟去了金豪大酒店 点了两千多的菜呢 没结账人就溜走了 人家现在把我弟弟扣下了 人家说了 不结账就送派出所去 你弟弟不是今年参加高考吗 对啊 建了派出所算不算污点 那还能参加高考吗 快去结账吧 救人要紧啊 那这钱只能先从你们这儿借了 嗯 给你们添麻烦了 没关系 谢谢 是他说要请我吃饭的 这些菜也是他点的 谁知道他会突然不辞而别啊 而且这饱鱼鱼吃一点都不好吃 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 我说把我这身衣服和那辆自行车 递给他们 是孟阿姨给我花三千块钱买的 顶这顿饭足够了 脱 干嘛 我让你把这身衣服脱下来赔给我 脱 别啊 姐 给我脱 不是 姐 让你去 不合适 脱下来 姐 姐 你把车要给我 要是在衣服兜里 我去把车推走 车什么车 不要了 姐 姐 别不要啊 两千多块钱买的呢 姐 你 就是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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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人也毛病了 姐 你慢点啊 好奇怪 姐 你看那人真好玩 啊 像这种毛病似的 我看我开车呢 姐 姐 我知道错了 你把衣服给我吧 错在哪儿了 我不该跟田校去吃饭 我问你 这种地方是你该去的吗 你一个从农村来的高中生 有什么资格坐在大饭店里吃鲍鱼鱼吃 我以为是他请我呀 你以为 你以为你是谁呀 他请你 他为什么请你呀 他欠你人情 他要找你办事 虚荣 你这破车和衣服都是虚荣心的表现 我告诉你 雨豪 你早晚会被这虚荣心害死的 你知不知道 不是 这些东西都是孟阿姨给我买的 不是我要的呀 他为什么买给你呀 他喜欢我呗 他喜欢你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都是讨人喜欢嘛 屁话 他是为了他儿子 我告诉你 这两千六我先帮你垫上 你早晚得还给我 那我去哪儿挣钱呀 知道花不知道挣是不是 走 给我走 去哪儿啊 姐 把 把衣服给我呀 喂 志远 我找到七号楼了 要不要上去找你呀 哦 不用 我马上下来 好 张总 楼上还有吗 楼上没了 你去收八号楼吧 我这儿还有点事 等会儿九号楼下面见 好的 热烈欢迎领导来视察 张总 你好 他还真敢叫啊 嗨 我让他叫的 这低着头的小伙子 是宇豪吧 志远哥 怎么了 双打了一样 我让他来勤工俭学 周六周日 抽出半天时间来 干活归他 挣钱归我 我要替他还账 这刚来就签账了 你这衣服跟车 花不少钱吧 先让他穿你的衣服吧 让他体验一下 怎么了 还真让他干啊 当然啦 行 宇豪 你去八号楼 找刚才那个小伙子 他姓林 你就说我让你去的 给 拿着 快去 小林哥 干这活一个月 能挣多少钱啊 一天挣八十 一天挣八十 那一个月 才挣两千四百块钱啊 我以为城里的钱 很好赚呢 钱难挣 使难吃 到哪周是这个链儿 宇豪的事 我可是当真的 他抱着幻想来可以 但抱着幻想 是不能在这个城市 生存下去的 他必须面对现实 让他知道 现实的艰辛和残酷 行 我把他 当成一个壮牢历史了 能不能当人上人 我不管 吃得苦中苦 那是必须的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我来这儿 还有一件事求你 什么事 通过网上聊天 我得知 乔峰现在的状态很不好 他的内心世界 除了自卑之外 还有恐惧 估计我妈和雨豪 帮不了什么忙 所以还得请你出面 给他敲几下重锤 乔峰的心理障碍 我可以帮你解决 问题是你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可以不顾忌乔峰他母亲 给你的羞辱 勇敢地迈进乔家大门吗 我只想帮助乔峰 你别考虑我行吗 乔峰问题的根源 就在你这块 要想彻底地解决 他的心理和情感问题 必须得你出面才行 你什么时候出面 现在我无法回答你 因为那种屈辱感 就像烧魂的烙铁一样 烙在了我的心上 烙铁留下的伤口很不容易好 只要想起来 就会奄奄作痛 走一步看一步吧 嗯 雨昊 我让你轻功俭学 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更重要的是 培养你的品格和意志 你要把精力 用在学习上 不要被这大城市的繁华所迷惑 在这个眼花缭乱的世界里 咱要享有出息 必须要比别人付出得多才行 你别怪姐心狠 姐是为了你好 爸当年夏井挣钱 一年也就能挣回三五千 你这一顿饭就造了那么多钱 姐是心疼 姐这几年要上学 先是要挣学费 再挣生活费 姐的用心你知道吗 每当我撑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仰望星空 我就想 有两双慈祥的眼睛在看着我呢 爸爸和爷爷 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让我摇紧牙关 也要坚持下去 姐 莲笑给我上了一课 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上当受骗了 爸爸和爷爷 也在看着我呢 王爷